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在前兩集我們佈置了機場出入口以及遠人的家 我後來又多放置了一些氣球燈以及火把 也加了一些尖刺柵欄 讓遠人家看起來又更熱鬧了 今天我們要順著這條路再往上來佈置博物館 我島上的主題是打造叢林峰猴子島 而博物館這麼新潮的東西 在這樣的主題裡會顯得不太合適 所以我打算把島上的博物館給廢墟化 讓它看起來像個古蹟 或者是很久沒有人使用過的樣子 那這次要改造的範圍就這麼大 考慮到博物館搬家附達會很辛苦 那些魚啊 蟲啊都要重新安置 所以我就不搬博物館讓它停留在原地 絕對不是什麼我想省錢之類的原因 我覺得大棵的樹很適合在廢墟還是古遺跡之中 所以我想要一棵大樹 但洞森的樹大小就是那樣子 那要怎麼做出大樹呢 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做 我們先選定好要種樹的位置 再來我們用圍牆簡單的格出範圍 格好後我們把樹種在這三個地方 視覺上看起來就像是一棵很大的樹啦 但要注意喔 我們所使用的圍牆如果太低矮的話 就沒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在這邊我推薦大家使用比較高的和風柵欄 廢墟的圍牆應該要有點殘破 接下來的圍牆就不能圍得太完美 牆跟牆中間保留一些殘缺的部分 視覺上櫻桃樹有點太高級了 表現不出廢墟感 所以我把樹換成一般的闊葉樹 再來我想在博物館的後方種樹 讓博物館看起來有被植物覆蓋的感覺喔 我挖了一層山壁後 種植比較高的榛葉樹 讓榛葉樹的頂端能探出頭來喔 再來我們繼續用石圍牆大略的圍出範圍 為了讓圍牆有年久屍修倒塌的感覺喔 我們要再來使用石頭系列傢俱啦 這邊放置一個青苔庭園石 再用綠色落葉裝飾在這裡 低愛庭園石以及常見庭園石 可以假裝成圍牆破損的石塊 鋪一些泥土路讓路線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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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用石圍牆跟路線做區隔 青苔色的石碑在這邊又派上用場了 綠色落葉在這樣的廢墟場景來說也是很好用的 接下來我要利用瑪莉歐傢俱中的空中磚塊 以及磚塊來做出拱門 空中磚塊很難對準 這邊要花點時間心力來製作 像這樣的拱門我想要來做個3、4個 但實際搭建後發現我的場地只能塞2個 真是失散 這邊覺得我在中間鋪一大塊的泥土地會很適合 在一起,我要洗一下 裡面還有手機砍 但是很適合 現在我會一直建設 我的手機研究員 我走在這裡 我為了 從來 你喜好 自己射手機 ale 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把兩棵闊葉樹用描下去 看之後成長的狀態 我們再來決定要留哪個形態的樹 為了強化殘破感 我們把狗門上的空中磚塊 拿下其中一塊 讓它看起來像是損壞過的樣子 再放置磚塊在旁邊 當作掉落的零件 我們再來把乙丘放在附近 乙丘本身的外型 也很像殘破的山壁 很適合裝飾 接著放幾個蜈蚣玩具 博物館裡的富達 一定很開心 我們再繼續放置一些綠色植物來裝飾 接著我們來種樹吧 這棵闊葉樹S在這邊非常好看 我就決定留下來了 右上角的部分我覺得有點空 種了一棵真葉樹再把它砍斷 我們留下樹幹就好 另一邊也種植一棵真葉樹 預計等它長成真葉樹L再砍掉 留下比較少的樹幹 這邊的闊葉樹長到M了 我覺得這大小剛好 所以我就讓它停在這大小了 最外圍的部分再種幾顆竹子 還是希望整塊區域 要讓它有被植物吞食的感覺 門口我們再放置一個青苔石獅子 再來調整一下家具位置吧 種植幾個黃色波斯菊在地上 波斯菊有花的時候很好看 我們把花摘下的時候也很適合廢墟感 石獅子只有一隻覺得好像有點寂寞 但是放兩個又太沒有廢墟感了 所以我決定把石碑搬到這邊來 讓它看起來像是破損壞掉的石獅子 剛剛摘下來的波斯菊 可以放在磚牆上面裝飾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啦 只是地板我覺得如果有一攤積水就更好了 所以我要來畫積水布置一下 積水大概用幾個圓組合在一起 就能形成不錯的外型 裡面再畫一些白色的小圈圈 外圍再用深色一點的藍色來描繪 外圍再用深色一點的藍色來描繪 實際鋪起來效果也不錯 鋪在半圓的地面上也很棒 但顏色好像有點太乾淨了 我們再來調整一下藍色的亮度與彩度 讓它整體的顏色灰暗一點 調整過後水的顏色就更自然啦 這樣我們今天的改島就全部完成了 調整過後水的顏色就更自然啦 原來的是 今天的改島內容大家還喜歡嗎? 歡迎在留言處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喔 也請幫我按個讚 感謝大家收看啦 那我們下次改島時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